达兴交手台皮 虽然一边是卫冕冠军 一边是本季卢主 但SBL7队实力在伯仲之间 而今晚开局 就看年轻的绿山军表现 除了有于幻雅单节11分的活力示范 以及黄聪汉表演快攻灌篮 防守端也让印度姚明布拉一分未得 首阶24比16取得8分领先 到了第二节 达兴布拉虽然得分终于开张 但绿山军的快打旋风气势更旺 连续三分重炮 一波8比0猛攻 瞬间拉开到16分差 只是卫冕军也不是好欺负的 海湾暂停重整旗鼓 靠着林一辉的三分打 在半场中了前 把路后缩小到39比46 个位数的气氛差距 第三节双方一篮再战 面对台皮的快打旋风 卫冕军刻意放慢节奏 在阵地战发挥自身优势 除了布拉在禁区展现一打三的破坏力 本土球员也趁着台皮洋将李恩 深陷犯规麻烦退场后跳了出来 加上欧嘉宏篮下吃掉陈兆豪 完成这季三分打 用一波10比0的攻势逆转超前 并靠着黄震的压绍三分 60比52反而是达兴带着8分领先 进入第四节 最后10分钟 绿山军虽然奋力追分 但达兴要到领先以后 也不打算轻易放手 黄冲汉才刚外线开炮 苏伊杰就还你一季三分打 绿山军好不容易 靠着李凯燕的超级快攻 小杖加一追到两分差 达兴马上又连得7分 重伤台皮士气 最后一分钟 重新拉开到9分领先 最后也没有再给对手机会 中场74比65 达兴赢球 台皮苦吞三连败 过来听讯人做报道